BeeBee BeeBee 起床了啦 噢,他們家都快結束了 你每天不是看電視就是打電動 要不然就是睡覺 你看啊,隔壁的小明每天都陪他爸爸去跑步 多有業力啊 哎呦,跑步算什麼 元宇啊,你要記不記得啊 去年我們學校的六百公尺 跑步紀錄就是我打破的啊 哦,那這樣子 我們去比賽跑步怎麼樣 好啊 哎,家家要去準備梳子 走,我們去換衣服 好啊,來啊 我們就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跑步動為止 看誰先倒下好不好 好,沒有問題 好,開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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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Bee,你說吧 我看你該加強一下咯 我只是好,好難不肯女動 哥哥,你應該加強一下的英文要怎麼說 BeeBee,你這隻跑太珍貴耶 你該加強一下它的英文要怎麼講呢 然後一個很棒的講法就是 You should brush up on it You should brush up on it 我來解釋一下 You should很簡單就是你應該 為什麼叫做brush up on it呢 因為這個brush 它是刷子的意思 像to brush有沒有牙刷 所以任何的刷子就叫做brush 所以你可以想像本來呢 你的技能或者是你的那個東西都已經生鏽了 都舊了 上面都有灰塵了 所以你要加強一下呢 就是用一個brush把它刷一刷 然後就亮了 所以才叫做 You should brush up on it 你看你看,飯人就在那邊對不對 你看 好了,上床睡覺了 Mary,等我 還有半小時就完了 真的,只有半小時 等一下吧 對,等一下 不行 媽媽說你們九點鐘就要上床 明天要上學 快 Mary,晚安 Mary,晚安 晚安 Mary,說故事 好,Mary,說故事,走 來,今天我們講小王子的故事 好 這個故事已經給我八百遍了 皮皮 嘴巴張開 好臭,你沒有刷牙 有嗎 還好 去刷牙,快去 去刷牙 很臭 大家 Mary要講故事給你聽 Mary Mary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去刷牙的衣物 我要怎麼說 皮皮 妹 來幫你刷牙啦 皮皮 救我 去刷牙太簡單了 你一定會對不對 就是 Go brush your teeth Go去 brush 刷 你的 牙齒 牙齒 Go brush your teeth Go brush your teeth 雖然其實你知道嗎 像這種 go什麼什麼什麼 go什麼什麼 其實它正確的文法應該是 Go and brush your teeth 裡面加一個and 可是口語上幾乎不會有人這樣子講 所以你就直接 Go brush your teeth就可以了 大家都是這樣子講的喔 Go brush your teeth Go brush your teeth 再一次 Go brush your teeth Go brush your teeth OK Go brush your teeth OK